但是汪洋比较有意思 他离开了广东 进了北京 2013年进北京以后 就不再讲话 不讲任何话 但是你从他以前的 这个施政经验里面 你可以看出很多很多的 他基本上是邓小平的 这个所谓改革开放派 也是团派里面这种 这种思想比较活跃 是愿意减少政府控制 让民间社会长大 让这个市场经济 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 他很明显是跟李克强比较接近 跟习近平现在的 这个整个推行的政策 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他确实是不受 不被习近平进一步的重用 那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特别是胡锦涛家族去 李克强还敢回个头来点个头 汪洋就是震惊为座 动都不敢动 和天空的重用 这是胡锦涛家族的意思 不敢动 因为我刚刚看到了 汪洋就是震惊为座 中文的王子